文章来源 古语实验室 在某个北方沿海城市 公园里的树荫凉亭 广场上阴凉的角落 老年人们推动了一种名叫构级的指牌游戏 退休后 他们从单位回到家中 儿女也有自己的生活 老人们既有退休后的内心落差 也有对自己废乐的深重自卑感 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公园 广场 这些老年人扎堆的地方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去处 本市很多公共场所都有特设的圆形小石桌 石桌下配备六只圆形小石凳 老人们六人一桌 一开牌就是半天 这是些因为退休和老去 身处空窗期 空巢期的老人 一个空字足以说明他们被击进清空的晚年 67岁的五人是公园里的常客 妻子因病去世 儿子远在国外 退休后他想继续工作也不顺心 年龄大了 一报出生年月日 立马就被拒绝 有一次好不容易通过关系 进入一家私企 干了一年多的宣传工作 谁知有人提出 这个工作不需要老年人 年轻人都用不了 他于是被辞退 再次失业的他深感无奈和沮丧 落寞加倍袭来 无聊中他坐几站车来公园打扑克 购籍的玩法是六人一桌 三人一帮称为联邦 相对地人为对门 他最先领悟到的是 男女联邦是不错的组合 既玩得开心又可借机交友联邦是一派的 他出牌他就要为他考虑 帮他迎局 女牌友就能感受到自己对他的关照 牌桌上的联邦顺其自然成了朋友 之后加个微信或留下电话号码 五人结交很多女联邦 他最喜欢的不是城里有退休金的女人 而是来自农村没有退休金 又找不到工作的老年女性 因为他们对钱财的欲望较强 五人有不菲的退休金 这成了他的底气 他只要出手给钱并稍微大方一点 用这个办法 五人与他们中不少人渐渐发展为性友 有的纯粹是性交易关系 付给他们一定的钱财 有的是一夜情 也有的保持性关系多年 有关在牌桌上老人们的性约和婚约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存在 只是那时被藏匿的叫声 婚约是公开的 性约是私密的 婚约就是丧偶或离婚的老人们大大方方找另一半过日子 而性约 简单讲就是人年龄大了也是有需求的 老年人的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2015年 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 调研了5434名不同年龄段约会网站用户 结果显示 老年人和年轻人差不多 都认为性吸引力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80岁以上的女性对性吸引力重要性的评分 才会明显下降 另外 2012年一项研究发现 集电视超过70岁的老人 依然有46.4%的男性和32.8%的女性存在自卫行为 而70岁以下的就更普遍了 前不久 网络上81岁大爷与57岁大妈 以25元进行性交易时 双双被抓获的新闻 更是再次将中老年人与性相关的话题摆进大众视野 易上日是一个70岁的老头 在公园购级扑克桌上也有接20年的历史 像他这样的构级老手 是可以把控整个牌桌输赢局面的 六人的组合三人为联邦 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对门 打对门是游戏的精髓 易上日尤其希望自己的女伴是对门 对门一旦对他有忤逆 他狠狠出手打开一个措手不及 对门表现不是那么强硬 那么他就手下留情 一概放行 易上日在牌桌上很受欢迎 很多女牌友声称自己在与他打对门中学到不少打牌知识 他们都称他一老师 一些女牌友成为他的崇拜者 还有一些还为他争风吃醋 劳里的女伴因崇拜易上日主动讨好意 引得劳里怨气冲天 劳里在一次打扑克中 主动约请易上日的搭伙女人 告知他意在勾打自己的女人 搭伙女人在扑克现场就与劳里的女人撕打一团 易上日上前拉架 被搭伙女人一并打了 有人拨打110 警察来了才得到处理 易上日多年前和牌桌上一个对门有了婚约 这个婚约并非那种领证的正式婚姻 而是两个人凑一起搭伙过日子 但因不堪牌桌上的是是非非 也怨恨易上日的招风引蝶 搭伙过日子的女人 在盗走他家中的一部分财物后 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不见了 牌桌上有姓约要求的老年男性 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解决 关寡孤独的生理需求 也有一部分有老伴 但几十年的婚约已索然无畏 纯粹是寻求刺激 在构集这张牌桌上 姓约更直接男性出钱 女性收钱 据一位男性老人的女儿讲述 他父亲70多岁时 在公园一个僻静幽暗的角落里 与一个老年女人姓约 同意让他摸摸 亲亲 明码标价一条条 记在本子上 都需要按下手印写上签名 发生到第四五次的时候 老女人开始催债 勒令他父亲赶快还钱 他父亲感觉事情没法交代了 问女儿要钱 他的钱都在女儿手上 要钱的理由是他要去医院看病 女儿给他几百块零钱 他带在身上 又一次去赴约 此次赴约的地址 卷在一条废弃的铁轨前 女人数完钱就翻脸了 他吆喝一声 荒草中窜出一个男人 上去就对老人拳打脚踢 没有防备的老人吓坏了 当场大小便失禁 他被路人救起送医后 中毒昏迷 后来老人女儿报警 经过调取事发地监控 走访目击证人 女人被抓获 而他父亲 不仅成为老年痴呆症 还卧床不起 两年后去世 接受信约的中老年女性 很大一部分是源于经济问题 她们来自农村 没有退休金 马尚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女人 她今年63岁 老头已去世多年 她几年前来成立帮儿子 照看孙女 如今孙女已上幼儿园 闲下来的马尚龄 一时无所适从 有邻居大妈 劝她加入他们的广场舞 几场广场舞下来 她觉得太累了 广场树荫下 一圈圈打扑克的中老年人 围坐一起 她看着觉得不错 于是 马尚龄退出广场舞 每天自带一把马杂子 按时来打扑克 渐渐的 她在扑克一族里 发现一个秘密 是关于男女排友之间的 城里有钱的退休老头 是扑克桌上的常客 会暗暗地勾搭老太太 老头的勾搭 不是白勾搭的 在这里会有明码标价 作为报酬 给勾搭上的老太太 这是老年男人与老年女人之间的性交易 男人在这桩交易里 获得或大或小的感官刺激 女人获得钱 还额外得到某种偷情的新鲜 新奇 马尚龄没有退休金 仅仅在农村领取 每月百元多的养老金 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 还半年凑整领取 平时手头紧紧巴巴的 她曾想 过去做宝结缘或除工 却因不记录 或自己方言难懂 只能放弃 那些老头的明码标价 对她而言 也是某种诱惑 马尚龄在公园的扑克桌上 开始物色老头 瞅准哪个老头的退休金高 哪个老头退休金低 做到货币三家 之后 马尚龄会刻意与那个退休金高的老头 凑到一个桌上 他和他在一个牌桌上 他们不是做联邦 就是打对门 所谓不联不成邦 不打不相识 马尚龄很快与一个老头 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男人在请他吃饭后 到附近的酒店开房 事后他嫌男人给的钱太少 而男人觉得自己这个年龄 已经力不从心 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他大吼 你这个老流氓 再没怎么样 我也是脱光身子 让你看了个遍吧 赶紧再拿钱给我 要不我可报警告你强奸 男人无奈 只得又掏出一张票子 男女老人在扑克牌桌上的各种性约 当然也不全是负面的 也有的老人从中获得真感情 真感情的出现 也给牌桌上的老人们 带来些许安慰和踏实 在这张牌桌上 不需他人的介绍和牵线搭桥 更不需什么人的指手画脚 和刻意安排 两位老人在自然而然的牌局进行中 互动 交流 你来我往 从相识 相知到相交 在购级扑克中 最后取得胜利的第一名叫投科 第二名叫二科 反之 最后的输者叫大洛 在此读音落 大洛上面是二洛 在输赢者之间 有一个进贡程序 即输者在摸牌后 将自己手里最大 最好的排给赢者 即为进贡 而赢者作为礼尚往来 也将自己手里的排给输者 80岁的老头 吴发喜与69岁的老太太成美 因为彼此说话投机 投员 常年在一张桌上打扑克 他俩的组合 既可以是联邦 也可以是对门 联邦有联邦的一条心 对门有对门的自决迎战 做联邦时 吴发喜会体恤的对他说 我会给你打掩护的 做对门时 成美大咧咧甩出手里牌 还啪一声 吴发喜说女士优先 从不赌他的路 有时成美输牌成大多 而吴发喜迎牌成为投科 对于成美的进贡 吴发喜不是挽拒他的 共就是倒找给他 他知道他手里牌的实力弱 主动将自己的大王二王送给他 以强大他的牌势 每次成美成为投科 那种开心和过瘾 使得他这一天的心情都大好 他心里明白 这一切都是老吴给他带来的 他们从牌友组合 渐渐发展为生活里的好友 几年下来 关系有了实际性进展 2020年 吴发喜和成美领取结婚证 生活在一起 成美无退休金 为了给他一份保障 雅仁签有婚前协议 吴发喜将自己名下的一处二居士 改签房产证 过户到成美名下 雅仁的生活费用 来自吴发喜全部的退休金 成美觉得自己比他年轻 主动担负起家务劳动 如今老两口日子过得不错 因为心情的原因 无法喜多年的顽疾 也渐渐好起来 老两口最大的喜好 依然是玩扑克牌 牌友们都羡慕他俩的这段真感情 都说这么个年龄了 人家又领结婚证 又赠房子的 两口子有承诺有担当 这才是感情真实的样子 单身孤独的老牌友们 谁不想拥有如此的感情和结合 但往往又是求而不得的 牌桌上老人们 许多根本上 还是希望像老无两口子那样 成为生活里的伴侣 无人坦言道 到我们这个年龄那方面的需求 并不是主要的 干那是鸡干不起 也耗不起的 体力不行了 我无非就是想找个伴 有人陪着说说话 一起吃个饭 屋檐底下多一点人气 一上日感慨自己 在牌桌上 表面看起来是叱咋风云的 其实也是自我内心空虚 在扑克里 在姓约中 混了这么多年 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 今年冬天的吉祥雪很大 一上日在外出时 不慎将腿脚跌骨折了 在家卧床休养 她苦闷无聊时 打电话给曾经的姓约女伴 要求她们来看看自己 但没有人来 打电话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给你打电话